恰恰 然後自我介紹一下 我之前就是 我之前幫我的朋友 然後進選里長 然後我是擔任他的總幹事 然後其實說是整辦事也沒有什麼 就只是幫忙打雜還有互談的 還有跟阿嬤聊天的 對 那我們這個 我們第一次選里長就上手 其實上手不代表是當選 所以我們只是想要就是讓更多人參與政治 那我們一開始啟發就是 是太陽化學運 那太陽化學運過程中 因為那個里長候選人的哥哥 是有在距離地幫忙那個外面的那個連線 然後他弟弟是記者 記者他本身是有進到議場裡面去採訪 那這樣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這麼多熱血青年 我們就覺得說 我們不能再對政治冷漠 那除了關心公眾議題之外 那我們可不可以真正實際去參與政治呢 好那我們就先從里長開始 那里長競選難不難 難在哪裡 那我們一開始就是 第一個 他們的戶籍是在舊莊裡 也就是中原院旁邊 舊莊進去而已 那舊莊這個地方是 台北是南港區最大的一個里 他的總共里民人數有1萬人 然後他也是南港區人數最多的里 那能夠投票的大概是五千二 估是五千二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然後他們有想要選里長的想法 然後後來他們有找到一個組織 其實是民進黨黨部底下培運的青年黨團的民主小巢組織 那他有提供一些資源 然後他跟他哥哥聽了幾場他們的講座 就決定跳下去了 這也是一個跳坑的概念 好 那我們就是這場運動 就是從去年的紅州州事件開始 然後一直到現在的選戰結束之後 那其實我們都覺得是一個公民運動的online到offline 那這什麼意思 因為原本大家都只是鍵盤上在講 然後PTT上爆掛 然後講很多事情 那開始從紅州州開始 大家願意走上街頭去做一些改變 而不是只是在家裡當網軍而已 那我們就是利用趁著這個機會也去搭上一個蜂巢 那這個是民主小巢 他最主要的中心核心 就第一個是不黑金不匯選 那還有一個是第二項是推動居民去參加社區規劃 因為你有很多住在當地的居民 他其實對社區是冷漠的 就尤其以都市來講 你就不知道你們原來有什麼社區發展協會 那在做什麼 有媽媽教室 然後有阿媽跳土豐舞 可是一般的年輕人是很少去接觸到的 那我們要怎麼推動年輕人去做到當地的社區規劃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也是我們在參選過程中一直著力想要 比如說好你有教吉他的技能 那我們可以成立一個平台 那上去登記說我想要來開吉他班晚上 那我大概下班後就可以來學 或者是你想要教什麼跳舞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技術課電腦課想要教 那你就可以我們就有個媒介的平台去中介社區內的一個學習 那第三個就是社區經費的透明化 其實大家知道里長是無幾型的嗎 就是他沒有薪水 但是為什麼這麼多的人就是搶著想要選里長 而且大部分的里長競選人 候選人都會花到百萬四五十萬的這麼多的競選經費去選 那這個是很有問題的 那經費沒有透明化的狀態下要怎麼去做 那我們的參選目的第一個就是為自己的社區 自己的家鄉帶來改變 那再來我們就是要證明說青年參政其實並不需要很高的門檻 像里長來講我們等一下會講到就關於保證金之類的 那我們就是希望能鼓勵 雖然我們沒有當選但是我們是差點成功 那這樣的成功差點成功的案例 會不會下一次會股東更多人一起來加入這個行列 那我們就是一開始我們找 好我們要選里長那我們要怎麼做 好我們一開始就先做了我們的選區分析 然後選民結構去找那個人口互證資料 然後還有中選會去查地界的選舉結果分析 然後再來就是看說已經放出風聲說要選的人那些人 他的背景是什麼 還有他的實力評估 那他的黨後面的有什麼國民黨的資源什麼的 那Swap分析然後資源比如說志工的徵召 那你大概要花多少錢去選 然後最重要我們是覺得這些前面都是室內的一個資料分析 那真正重要是你要走出家門去社區裡面的公園啊 或里民活動中心去互動去潛艇住在這邊的人他們有什麼樣的需求 那對現任的里長或政治有什麼不滿那你都要去做 那再來一個就是你社區議題的發想比如說你針對你住的地方他有一些公眾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那你是不是就是要拋出來讓大家一起去討論 那再來就是尋求聯盟的合作 同樣跟你一樣是年輕人去參選的 那你們有類似的理念那你們可以做一個經驗分享 好那這我們一開始做的選區分析 我們就分喔他在台北市最東邊的一個比 所以當初柯P在台北的東南西北打卡他就來到舊莊 那總人口就有9800人那我們大概分析一下 喔 sorry 就是投票人口就是乘上投票率的話大概會有5000多票 所以我們那時候是古如果拿2000多票應該就可以當選 可是我們只拿1500就差了一點 對然後還有一個歷屆里長的哪些人 那我們也有做這邊的年齡分析就是舊莊里 他大概大概有49%是從大概14歲到49歲 所以其實他也是蠻多的 那我們目標是搶工20到49歲輕壯年 那老人家其實也佔不少 但是我們平常最常接觸的就是老人家 因為寫寫沒事都會看這年輕人在這邊設了競選總部在幹嘛 好那我們也做最近選舉結果的分析 那其實南港舊莊一直都是一個藍大於綠的地方 從歷屆選舉都看得出來 這個上面後面的數字是票數 那我們會分析到議員的原因是因為議員在里長上他是一個 就是他會去綁莊那他綁莊的對象就是里長 那里長還會再去綁莊就是綁領長 所以這個我們也會去分析 那還有做一個簡單的對手分析 那因為我們這次是三個人一起選 然後就是票數有被分散 所以結果是現任的繼續連任 但他在地生根十幾年 那我們只出來三個月 他拿了四成的票我們拿了三成的票 所以其實我們覺得衰敗猶榮 那這也是做了簡單的swap分析 然後參選保證金是五萬塊 那你就是如果拿到得票數超過你公民數的十分之一 就可以全數領會 另外還有選舉的選票補助款 一票有三十塊 那選舉公報也是你參選登記當天就要繳交 就是你選你的證件和你的學歷那些 那證據證金你可以設立一個那個就是他的帳戶 但是以里長成的來講 因為他花費比較少 我們後來覺得 因為慈愛社這個真的太麻煩 因為要抱一堆帳 所以我覺得可以自己評估 那我們就是從進選服務處的籌設 然後租金因為是沒有地方 我們另外找的地方租 然後我們還有做成立茶會 那成立茶會他就是 就是辦一個簡單的那個就是點心啊 然後讓人然後請市議員來講話 然後我們也有辦一個音樂晚會 那因為晚會的這個是民主小草 他有幫我們去做申請 幫我們補助經費 那只補助一萬塊 因為我們是掛武黨籍 對 那也有做很多的宣傳用品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我這邊看 我有非常多的文宣 對 然後這是他們做的 然後他們會贊助服裝文宣褲卡之類 那我們選舉跑攤行程非常的多 對 就是從愛家愛戶的按電鈴 雖然很擾名 但是大家都說要做 而且讓大家認識你 然後跟著垃圾車去跑 垃圾車在後面跑 然後你就幫這邊要say hi 然後一直發面子給他 然後公園發傳單 然後甚至周末的卡拉OK 你都要跟著去唱 然後媽媽就會覺得 這個少年真的很會唱歌 然後他就會很喜歡你 對 尤其那個你長又還蠻帥的 對 真的很多婦女票都捧他 對 然後還有上下班時間 因為我們要搶上班 就是青年 所以我們上下班會去舉牌 但我覺得效果不長 然後周末菜市場的去掃街 去拿大成功去講 那還有比較重要的就是 拜訪社區內的重要人士 尤其是地方期勞或是領長 或是比較有影響力的 那或者是發展協會幹部 因為我們這次是有社區發展協會 他看先任你長得不爽 就跑來幫我們 然後他就有幫我們分析很多 然後或者是跟議員站台 然後像我們是有跟柯文哲 一起做宣傳 所以就是柯文哲來說 我們都會在 對 然後還有辦一些 音樂會民主論壇 蚊子電驗 棕破塞 然後社區服務這些東西 這些都是可以去參與 跟傳統的競選造勢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都可以去做 那我們選後 我覺得 這個我們可以去上個民主小草 因為時間關係 然後我們最主要就是未來希望說 看可不可以就是 對於青年參政更友善 那我們會希望去架設一個所謂 政治獻金平台 或者是你的競選資源整合 你可以至公的招募 或者是你要舉辦活動的配合廠商 比如說你的燈光舞台影響 那你可不可以統一發包 可以壓低價格 然後文宣旗幟 帆布這種東西的廠商 也可以去招標 那器材也大家可以互相share 那是不是這樣會 對於青年的參政的人 會更有更有幫助 對然後 對那我們雖然這次數了 但是我們希望可以鼓勵更多的年輕人 出來去做 對 如果四年前有個差點成功的案例 讓他更有勇氣出來 那就夠了 好了 謝謝大家